欢迎锁定直播海南 买房拿到房产证 这是个天经地义的事 可对于东方市碧海云天小区三期的 两千多户业主们来说 这个房产证怎么就这么难拿呢 每家每户登记的 这是各小区各楼全 一户一户的 大家的办证的心愿 六年了我们也没房本没到事 当记者来到位于东方市八所镇的 碧海云天小区三期时 业主们给记者拿出了这本厚厚的 碧海云天小区三期业主 诉求办理房屋产权证的诉求书 记者注意到 这本材料上前前后后 共有上千名业主签名 并盖上了手艺 据业主们介绍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已经入住五六年 但却迟迟没有办理房产证 他要我们叫分户验收的 分户验收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 你们分户验收了 你们可以入住了 这个是2016年给我们大家发的 发大家就都入住了 交款我是2014年年底入住的 入住之后 今年应该说 现在就是六整年多一点 六整年多一点 时代化 这个房子就是一直没办证 记者注意到 根据业主和开发商 东方广华市有限公司 签订的购房合同约定 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 交付使用后一年内 办理产权证 而业主手中的这份 开发商出具的 交房通知书 落款盖章日期则是 2016年 记者也了解到 整个碧海云天小区 三期项目共有 2383户业主 大家都遭遇了 同样的问题 2383户 一户都没有 我们那个业主 自发的找到开发商 去跟他们两个 说上这个问题 他们就说没有钱 这是一个 没有钱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钱 有的工程没有完成 小区没有验收 由于房产证一拖就是几年 无奈之下 碧海云天小区的业主们 专门成立了一个 办证组 专门负责协商沟通 办理房产证的相关事宜 而记者也从东方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方面了解到 业主之所以无法拿到房产证 是因为碧海云天小区 三期项目 直到今天都没有通过 印收手续 其中涉及消防 人防 规划等多个方面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这个证没有办出来呢 也主要是在后续的 在推动过程当中 建设单位呢 这个资金 仇措不利 资金还是存在问题 所以在推动后面的一些工作上 就是包括消防 人防 主体 还有规划的印收 没有一直推动 所以导致现在 到现在还没有办理 进攻业收这个手续 所以证还是没有 没有期能办 由于迟迟没有办理 业收手续 碧海云天小区三期的 上百户业主 联名起诉了开发商 东方广华 十一有限公司并申诉 法院裁定开发商 依法支付业主相应的违约机 可令小区业主们 没有想到的是 协商也协商了 投诉也投诉了 起诉也起诉了 可直到今天 房产证依然没有办下来 我们在11年 报那个规划的时候 是没有人房工程 但后面今天东方市 人民政府 他要求每个项目 他就要增加人房工程 我们就在18年6月份 取得了人房的施工许可证 那人房施工许可证 我们公司就投诉了 因为整个人房工程的 资金投入要1000多万 据开发商方面负责人介绍 2016年前后 按照相关要求 碧海云天小区需要增加 相应人房设施 可自2018年6月 开发商获得人房施工许可之后 因资金问题等多种原因 目前尚未竣工业收 然而这一解释 对于2000余名 业主们来说 现在远远不够 业主们唯一的诉求就是 早日见到期盼已久的房产证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半政组 这个名字我们听起来 非常的陌生 却反映出了碧海云天三期 2000多户业主的无奈 业主们还吐槽呢 由于小区尚未验收 许多设施没有启用 他们的正常生活 也存在着极大的不便和安全隐患 记者也从东方市住建局方面了解到 2016年业主们入住时 由于尚未通过验收 碧海云天三期 还处于断水断电断气状态 后来进东方市紧急处置 小区才通水通电通气 隔小区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彻底解决 业主们告诉记者 碧海云天三期项目的楼层 至少都有18层 而居住在高层的业主们 一直都提心吊胆 因为小区的消防设施 未通过验收 楼层间的消防设施 也成了摆设 我给你看一看 看一滴水都没有 应该不至于 一滴水就没有 这个就是帮人 这一发生一滴水没有 事实上自小区交付之后 业主们和开发商之间 就一直矛盾不断 不久前 一些业主无意间看到 小区出售 B5和B6栋的宣传广告页 而B5和B6栋 最初是作为小区的 物业办公场所 以及业主活动区域 这也引起了业主们的公愤 这是作为我们物业管理中心 这是作为小区里面用的 小区这个物业管理用的 现在这个房子 发现他们在卖 37B6栋 37B6栋 这个是什么楼啊 业栋 物业栋 就这个 物业栋 就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 卖那个楼的广告是吧 就卖这个 卖这个 卖这个的广告 记者注意到 目前B6栋依然空置 但小区的B5栋 已经改名叫做 三核公寓 且有人入住 楼下一人张贴着 售卖的广告 业主们告诉记者 针对B5和B6栋的问题 他们也向主管部门 进行过申诉 主管部门也明确书面回应 B5和B6栋 规划设计为 社区用房 不能违规 进行销售 政府明令禁止销售之后 这两栋社区用房 现状如何呢 随后记者在这里 见到了一位销售经理 对方表示 B5栋已经归属于 另一家公司 自己则是负责这里的销售工作 不管是代理也好 或者是买也好 它怎么做 它们操作我不清楚 我只负责 我是来卖房的 我们在卖 是卖的吧 所以我其他的 就是说 你要说的是什么活动中心 这些我不知道 这里边说的是B5B6 社区用房 销售是违规销售 这个东西 因为我没有收到这个文件 上头也没有给我这个文件 小区未演说 隐患重重 社区用房被公开叫卖 诸多矛盾 促使碧海云天三期的业主们 决定通过成立业委会的方式 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可谁也没有想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筹备之后 业主们最后被告知 小区无法成立业委会 这现在是有多少人 多少人在里边签名啊 现在是1443名业主 就是在住的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只统计了三天 就这么多业主 要求其用户成立业主委会 对了 用户数量过半了没有 不是过半了 这现在已经达到60% 那么我们业主呢 实际上已经入住六年了 入住六年的话 我们按照国家的要求 完全是合法合规的成立业主委会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它仍然卡着我们 不让我们成立 没验收 业主不能入住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最后也从主管部门了解到 现行的海南经济特区 物业管理条例 2020修订草案 第十三条规定 依法登记取得 或者根据物权法的有文规定 取得建筑物 专有部分所有权的人 应当认定为业主 基于与建设单位之间的 商品房买卖的民事法律行为 已经合法占有建筑专有部分 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 可以认定为业主 也就是说 碧海云天小区的业主们 虽然尚未办理房产证 但由于已经签约付款 且网签备案的情况下 已经可以认定为业主身份 但物业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也同时规定 首次业主大会会议 召开条件的条件之一 为房屋已出售 且交付业主的专有部分面积 达到建筑物总面积二分之一以上 主管部门也以此认为 碧海云天小区尚未通过验收 未达到交付要求 不去首次业主大会召开条件 还没有正式的竣工验收手续 也就是说 严格常讲 目前这个小区 我们的物业管理部门 也明确给他们等 到时候这个手续办下来了 就立即成立 所以现在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至此 2383户业主 希望通过成立业委会的方式 来进行维权也陷入了僵局当中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 业主们关心的种种问题 究竟应该如何进行认定 如何进行处理呢 业主们期盼已久的房产账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拿到手 我们的记者也多方进行了走访 针对业主们关注的小区B5B6栋 社区用房出售的问题 记者咨询了主管部门 东方市住房和城江建设局明确表示 社区用房不能改造为产权房进行销售 那么在主管部门明确B5B6栋 不得对外销售之后为何B5栋依然在对外销售呢 开发商东方广华十一有限公司表示 起初B5栋和B6栋的确是准备出售给 三亚加德海地产有限公司 但由于社区用房性质问题 这一出售并未达成 虽然目前B5栋依然是由 三亚加德海地产有限公司管理 但事实上所有权依然归属于 东方广华十一有限公司 而针对记者 现场发现的销售人员对外销售的情况 开发商方面也表示 将会立刻进行沟通处理 针对业主们最关心的房产证问题 记者也多方走访了解到 目前地下人房设施正在施工当中 而消防防务主体方面的工作 也已经基本完成 驻建规划部门已经多次约谈开发商 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司 并敦促指导验收工作 目前相应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在我们很多部门都出下 现在开发商工期 各项工作的推动也比较顺利 现在目前在规部门那边 正在帮他审核规划验收的环节 而记者也从开发商方面了解到 地下人房设施目前仍在施工当中 但由于最后一批的尾款尚未接行 因此无法进行竣工验收 不过开发商方面也表示 他们将会于6号支付部分尾款 并筹措资金 将剩余款项结清 与此同时 其他的住建规划验收工作也已经启动 这几天要上报我们的复检的一个报告 让他再重新派来复检 然后消防工程目前因为剩下地下室的一个 环排案工程设备的安装 设备的安装 那将在本月底就要完成了 在明天我们就是准备报给规划局 进行规划验收 记者也从主管部门了解到 多个部门已经进行过有效沟通 在碧海云天小区三期项目送指之后 如果达到相关要求 他们将会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相应审批工作 如果是规划反馈的问题 它没有什么问题了 公司七个工作日内 就可以办理有关的手续 我们这边消防 人防 还有主体验收这些也反馈了问题 如果完全整改的话 这个我相信应该在15天的工作日内 应该是可以 目前碧海云天小区三期项目业主 无法办理房产证的情况 已经引起了东方市的高度重视 东方市住建等部门也承诺 将会尽快敦促开发商完成后续工作 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纳到我们市里面的防地产风险 防控领导小组里面的关注的 重点关注 而且我们也想过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就是独处开发商 尽快的筹筹资金 把后续的这些整改的工作做完 然后只要把这个政务办下来了 很多问题就引起来解了 但如果假设一直在拖着不动 那我们市里面肯定会采取措施的 就是说我们也是希望 就是说得到这个媒体监督 我们也是尽快要去改正这些 把让大家尽量在2021年内 我们取得这个不动产权证 这个是我们开发商一个 就是说在这边向广大民众 我们也说一声抱歉 直播海南 记得报道